我相信這個訊息 都已經送到中國大陸去了 而且我也相信 因為駐以色列的大使的層級 是很高的 他一定會直接向外交部回報 那外交部也一定會 在最短的時間內跟陳峰 那麼做報告 但是問題就在於 哈馬斯有他的人質的政策 哈馬斯的主張是認為說 我可以釋放所有的人質 但是我的交換條件是 全面性的停火 過去的時候是我用多少人質 換幾天的停火 但是由於以色列很快的 兩波之後他就取消了這個協議 那哈馬斯就把人質的政策調整了 那也就是所有的人質 換所有的停火 以色列是不同意的 那以色列不同意 現在的情況是 你說叫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怎麼樣單獨只把一個人救出來 是啊 這個坦白說是有困難的 並不是說大陸的領導人做不到 而是不能這樣做 因為你這樣做 那其他的人質呢 它算什麼 所有的人質的命都是命 同樣的道理 所有的在加沙地區的 巴勒斯坦的平民百姓的命 也都是命 你以色列不能夠無差別的 對於難民進行的這樣的轟炸 一炸炸死了一百多人 大家在問為什麼要這樣炸 大家合理的懷疑 就是兩天以色列的軍人 被打死了十五個人 被誰打死 被哈馬斯 那以色列是不是採用這種報復性的行動 如果以色列的軍人被哈馬斯 你把它看成是游擊部隊所擊斃 以色列報復 就去殺害這些難民營的 普通的難民 那這個跟日本侵略 日本軍閥侵略中國 被中國大陸的游擊部隊 那麼擊潰 然後他就去說 你這個村莊藏有游擊隊 然後就全部屠殺 那這個行為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以目前的態勢來看的話 那你內塔尼亞胡 你要說明白 你的戰略 你的政策是什麼 你對於人質的政策是什麼 可是內塔尼亞胡他有說 他說我要繼續進行軍事行動 我繼續進行軍事行動 我會有更多的殺戮 但是我的目的是要拯救人質 可是大家發現 他的軍事行動裡面 在地窖裡面使的人 人質使的人很多 那這個又怎麼解釋 所以我覺得內塔尼亞胡自己 都已經沒辦法解釋 他今天卻想把中國大陸也拖下水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做法 效果是不會達到的 因為大陸一定會問 你以色列你的人質政策的態度 到底是怎麼樣 你要不要停火 你如果要停火 我們可以出來斡旋 但是如果你不肯停火 那坦白說人質怎麼去交換給你 美國的國家利益雜誌不是一個不知名的一個雜誌 一個媒體不是一個不知名 是蠻有名的 那他也常常就發表一些 比較有一點內幕的 甚至有點分量的文章 不過我覺得這篇文章無憑無據 就直接指控說是中國大陸提供哈馬斯 或是胡塞組織相關他們所需要的武器裝備 那他的邏輯是說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發展出 反艦導彈的國家 這句話就是胡說八道 美國有能力 是 美國的反艦導彈也不差 烏克蘭打掉俄羅斯在黑海的艦隊的幾艘船 就是用反艦導彈 那反艦導彈就是地對海 海對海 海對地其實都是拿來用嘛 因為就是地對地 或是地對海的這種炮物 你裝在船上就是海對海 裝在船上去打船就是海對海 裝在陸地上去打這個船就是地對海 都是一樣都是反艦 那這種彈道導彈美國能做 烏克蘭有 因為我們剛前面講的 烏克蘭打俄羅斯就是如此 那我也可以不用證據的 我也可以合理的推論 就是美國人送給這個胡塞組織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人送給烏克蘭 烏克蘭的軍方腐敗 賣給這個國際的武器黑式系統 國際武器的黑式系統 再轉賣給這個胡塞組織 胡塞組織在拿了美國人的反艦的導彈 去攻打這個歐美的這些跟以色列有關的船隻 合理啊 這非常合理啊 而且這個也很合邏輯啊 這個就是 那你這個美國的國家利益雜誌 你就登我這篇文章嘛 因為反正現在你一個雜誌可以不用任何證據 就可以胡亂瞎掰 能夠做出能夠自己一個國家做出這個戰艦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導彈驅逐艦或是導彈護衛艦 或者是航空母艦的 它就有能力發展出反艦的導彈 其實連台灣都做得出來 台灣的雄鋒2雄鋒3 就是反艦導彈 都做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國家利益雜誌不要在那邊胡扯 有多少國家能做得出來 有多少地方能做得出來 多的不得了啊 美國自己本身沒有加入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 它不是締約國 不是成員國 所以美國主張的大陸價 這個是簡直是荒唐可笑 因為我們所稱為大陸價 或者是說大陸價延伸出來的主權的範圍 這個部分裡面 美國沒有加入的話 那就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需要理會美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先理解的 從國際法的角度上來看 那第二個呢 就是還是實力原則 就是你有多少力量 那美國有多少力量 中國大陸目前來說的話 以它現有的航運的能力 海軍的能力 當然可以進入北冰洋 2018年的時候的海上絲綢之路 有一個北冰洋的絲綢之路 這個跟俄羅斯已經有合作計劃 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也到北冰洋去插旗了 也已經在北極間插旗 這也就是美國人所真正擔心的地方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艦隊 數量越來越大 然後北海的艦隊 往跟俄羅斯的聯合的巡邏 來確保北冰洋的安全 最後北冰洋的海洋通道 如果是沒有問題可以做商業運轉的話 這個海洋通道的安全 一定要靠海軍跟空軍的力量來護衛 那海軍空軍的力量來護衛 你也牽涉到永洞城的這些軍事基地 目前在永洞城的軍事基地裡面 俄羅斯是領先的 俄羅斯已經在北極圈裡面的永洞城 建了幾個軍事基地 就是你剛剛所介紹的 那幾個軍事基地 也就是說可以作為它的支撐點 我估計相當有可能 未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軍事合作 或許可能可以共同使用 也就是中國大陸可以進入海參崴 作為它的船艦的停靠補給點 甚至進入鄰近的區域裡面的空軍的基地 作為它的一個支撐 這個也讓中國大陸的軍力 跟俄羅斯的軍力 在整個北冰洋這個地方 進行聯合巡邏 範圍會在這樣的擴大 這個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最主要 還是要隨著中國大陸的力量一直上升 你上升到一個什麼樣的力量 你把你的軍力投資到多遠 那就是要看你的總體的國力 對 那目前來說的話 美國的區域間的力量 它沒有辦法贏過中國大陸 再靠近中國大陸區域間的力量 因為美國分散太多的兵力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美國這個目前來講 這只是一種宣誓性的 但是實質的效果不會立即產生 因為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可能很短的時間內就會去挑戰 美國所宣布的所謂的主權的範圍 日本當然很在乎它的能源供應 因為前一段時間日本是從庫葉島 它也投資了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 那在日俄交惡之後 或是二日交惡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天然氣公司 對日本來講受到重創 那日本它也不敢得罪中東的國家 因為它如果連中東的國家的天然氣 都沒辦法獲得的話 這個對日本的能源就出現了大問題了 那現在日本好不容易 又可以有機會去投資 參與LNG的這個一化天然氣的開採 我個人倒認為日本不會放棄 它只是不願意得罪美國 但是它還是會繼續去做 那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的 這個講話很明白了 就是它繼續會做 因為這是正常的貿易來往 不管你美國怎麼打壓 我就是會繼續跟俄羅斯合作 那如果你美國對我的合作公司 例如說我的中國石油公司 你採用制裁的話 那中國大陸絕對會反制 那反制的話 那你就看我們會怎麼跟你玩 所以我個人認為 美國的這一套方法效果不大 為什麼 因為那個多大了 就是法國的 道達爾 這家公司在法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源公司 第一大企業 是第一大企業的 而它本身對於 由於這是天然氣一號線跟二號線 就是被這個美國或是烏克蘭所詐 所以對於法國一個這麼依賴 這麼重要LNG的國家來說的話 它不可能放棄 而且法國人也從來不怕美國制裁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這個新聞燈出來它的效果不大 因為這三個國家基本上 日本是低調 但是不會輕易放棄 中國當然就是你來我就跟你對幹 那法國人是根本不會理會美國 而美國如果真的敢對法國下手的話 馬克宏其實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他也會有方法來對付美國的 美國的做法很簡單 他先找一個歐洲人叫做鄭國恩 是德國人的 應該不知道是幾流的一個所謂的學者 從來沒有看過他在國際的學術期刊上 有什麼偉大的著作 先找這樣的一個三流的學者 然後搞了一個所謂的新疆 這個維吾爾族人的迫害的問題 寫了一本書 然後他們就炮製了這個事件 然後廣為宣傳 然後歐美就共同的開始聯手 就給自己的行為取得了一個所謂的正當性跟合法性 合理化的所有的行為 合理化什麼呢 就對於中國大陸 因為美國很早就研究 中國大陸在新疆有很多像一些光能光伏電板 它的開發研究發展能力在世界是領先的 而且已經把這個美國跟歐洲的這個太陽能電板 還有包括它的一系列的 因為太陽能電板是一回事 材料是一回事 還有就是它的發電的管裝置 那中國已經建立一條生產線 美國跟歐洲沒有辦法 那中國大陸是完整的 這些公司就是做這些材料的 那美國跟歐洲知道他們落後了 所以他們就炮製這樣的一個事件 然後就用這個理由 就打壓了這些公司 那也就是說 美國現在的做法就是我輸你的 我就用國家安全的理由 所以它會持續 對 它會持續 那中國大陸現在的做法也很簡單 你美國哪一個公司 哪一個人哪一個機構 或是跟中國大陸的哪一些機構合作 幫美國幫歐洲做這些事 中國大陸就一定是制裁 所以這兩個人 他可能因為已經溜出去了 所以他們永遠在 不能夠再進來中國大陸 可是他們公司 留在中國大陸的 所有的財產 全部都被凍結 然後跟他們有合作的 所有的這些人 都要經過調查 都要全部凍結 我個人認為他們這些人以後 搞不好有一天 中國大陸在宣布制裁的名單 包括他跟他的家屬 都再也不能夠進入中國 還有這個香港 澳門 還有他跟他的所有的人 任何聘他們的公司 都會成為中國的拒絕往來付 你看龐佩奧就是這麼一個典型例子 從此以後 龐佩奧就再也沒有人敢聘他了 美國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敢聘他 所以他也只能搞一個 一個研究的機構智庫 然後拿台灣人的錢 來這樣子勾火 我覺得沒有意義啦 美國人玩這一套 中國大陸也不是沒有辦法 來修理對付這些人 北京社科院的地位 在中國大陸的智庫來說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它裡面有一個台研所 台研所的所長 是一位原來是研究國際政治的 然後後來調到這個地方來當所長 所以等於是要從國際的問題來看 兩岸之間的一個角度 那他們創刊了這個英文的一個有關於中國大陸做的台灣的研究 這個在國際間來說的話就等於是你世界各國 尤其是歐美的主要國家 他們想要了解台灣的問題兩岸的問題 要了解中國的觀點 那就一定要看這本雜誌 因為它是具有權威性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而且是記刊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文章的取材取捨 選擇還有研究的標的 題目的設定 研究人員的撰寫 然後發表出來的時候 那它都會是釋放出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重大的一個政策 跟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研究的一些成果 那所以你歐美的國家它就用 尤其是美國跟英國英語系的國家 他們就更容易的 就直接用他們的母語去閱讀了解中國大陸的台灣政策 這當然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本由大陸官方所公佈的這個權威性的雜誌 在美國的智庫也好 美國的國務院國家安全單位也好 他們絕對都會去訂閱 絕對會訂閱 幾乎甚至歐洲的重要的智庫也都會訂閱 那你想它的影響力當然就會大 這個沒有什麼偉大的機密 王宏衛是立法委員 他有權力代表人民監督政府 那監督政府是怎麼花錢的 我們老百姓也想要知道這個錢怎麼花的 我們確實知道在2018年之前 那個地方沒有崗哨 因為我們有看過當時有一個網站 他有在報導這個問題 不是報導這個他的違建的問題 是報導這個萬里六號坑 他還有包括賴清德住的地方 有把當時的照片拍下來 那時候就已經是違建了 但是沒有警衛 賴清德我們合理的懷疑 他應該是當了副總統之後 警衛就設了 警衛班就設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我們都知道國安局的特勤人員 都是軍官或者是警官 或者是我們一般大學的 學士主要是以碩士生為主 考進這個安全局的安幹班 然後在那邊受完訓 安全幹部班 安全幹部班 因為我是他們的教授 所以我教了他們很多年 我從安幹班教到戰略班 那這些安全局的人員 他們的薪水都不低 因為他們不是服兵役的 所以王宏威想要了解 到底是派了多少 特勤人員在裡面 那麼有沒有兼派 這個憲兵在裡面 因為懷疑有憲兵嘛 所以想要知道整個軍力 到底用了多少 而且他已經撤港了 撤港了這個就代表沒有安全性了 也沒有價值了 因為如果他還在崗位上的話 那他有安全性 因為他是代表特勤人員的警力 軍力 這個當然是有安全價值 可是他已經撤港了 就沒有安全價值了 對啊 因為已經是撤港了 所以也不用去擔心說 外界要推測說那裡有多少的部署 結果他的回答還是說 不應該要讓外界去推測 相關的部署 我覺得這個等到改朝換代 例如說非綠營的執政以後 這個時候就可以去調查這件事 一定可以水落石 可以調查什麼時候開始設港 派了多少人 花了多少錢 因為那個都有預算的 然後他的那些物件 是從哪邊調過去的 是新購的還是舊的 然後他的特勤人員 有沒有幫他們做清掃的清潔工作 有沒有做園嶺的修補的工作 這些都可以調查清楚 如果有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好好的來辦一辦 賴靜德有沒有濫用職權 違法的濫用公權力 蘇患之認為 那個根本不是你的主居 也不是你的小時候的房子 你都在說謊 你從小根本不是住在那個地方 你是住在別的地方 而且你家根本不是二兩層樓 是你後來你媽媽 應該是在2002或是2004年的時候 買了這塊空地 然後開始蓋尾建 所以你才搬過去那邊住 你搬過去那邊住以後 你就跟大家說謊 說那個房子 是你小時候住的房子 你小時候看到你爸爸很苦 都是住在礦工的公寮 他說那個你從頭自尾都在說謊 所以你現在謊 原不回去了 那這是蘇患之指控賴靜德 賴靜德你要站出來回應 你要回應這個蘇患之指控是不是真的 那你要證明你小時候在那個地方 有照片為證 如果沒有那你就說謊說到底 這是第一個 那既然你會說謊凹到底 你也會為了一個應該猜的違建 不猜然後凹到底 民調直直直落 你還要堅持到底 那這代表什麼 你是說你是物質的台獨工作者 你絕對不會變 所以你當選之後 你一定會去搞台獨 你搞台獨兩岸一定戰爭 這個就是清華大學學生的認為 你一旦當選兩岸關係只會更糟 不會更好 更不確定 而你一定會搞台獨 所以兩岸就一定準備要打仗 那就選上你之後 這四年那就準備要打仗 那你覺得他講這些話都很直接 都很直接 是不是可以讓年輕人更喜歡侯康佩 我覺得年輕人會聽得進去 也會聽得懂 比較能接受 比較聽得懂 但是講到兩岸關係的時候 就是外交修兵 外交修兵要有前提 我想我們的年輕的孩子們 同學們也要理解 外交宣兵要有前提就是 馬英九當時為什麼兩岸可以外交修兵 因為有九二共識 有了九二共識外交就能修兵 沒有九二共識外交不可能修兵 我想這個張若康心知肚明 沒有必要迴避九二共識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一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一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太陽星全球 希望你能夠善死 受我的意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